Odia Jungle 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,政治的事情太沉重,还是说说刘氏的感情生活。汉元帝一生共有五个有名有姓,或只有姓的女人,有曾经沧海南围水,有无缘对面不识君,有断送汉家江山的随手一职,还有的在汉元帝死后不依不饶的相爱相杀。 第一个女人是司马良帝,这是刘氏还是太子时最宠爱的女人,不过红颜薄命,在刘氏23岁的时候,也就是登基前两年,司马良帝一并不起,撒手人寰,她的临终遗言影响了刘氏一辈子,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 司马良帝说,妾死非天命,乃朱帝妾良人,更祝祖杀我,我的死并非受署已尽,而是其他那些良帝,良人们嫉妒我,轮番诅咒的结果啊。 司马良帝死后,多情种子刘氏大病一场,从此对后宫中的女人满含痛恨,更别说临性了,很有些曾经沧海南围水的意思。 第二个女人是王正军,因为刘氏的后宫仇事症,皇后打算为太子后宫补充新鲜血液,五个候选人中就有王正军,面对五个如发似玉的美貌宫女。 刘氏兴致缺缺,又不好意思搏了皇后的面子,随手一指,此中一人可,其实,刘氏这一指并没有明确的对象,但因为王正军站得离刘氏最近,而且独一将, 穿的衣服是红色的,和其他四位宫女不同,于是,大家都觉得刘氏指的是王正军,王正军成为太子妃之后,刘氏偶然一次和他同房,就怀上了后来的汉城帝刘傲,这运气也是没谁了,王正军并没有母嫔子贵,而是被刘氏丢到一边,空顶了个皇后的头衔,寂寞冷宫,在皇后,皇太后,太皇太后的位置上,足足待了六十一年。 王正军既幸运,也不幸,不过,王家的人都鸡犬升天,家凡时侯,武大司马,而后来篡夺西汉江山的王王,正是王正军的侄子,要知道,王正军在没有入宫之前,长许嫁一行,所许者死,被认为是克服命,前两次还是克死一个人的性命,第三次直接克掉了丈夫的江山, 顺便说一下,传国玉玺却掉的那个脚,就是王莽逼迫王正军交出玉玺的时候,王正军气愤之下砸坏的,第三个女人是王强王昭君,正是上王昭君的记载不多,除了在《汉书匈奴传》中有一小段记载之外,《汉书原地记》上也有一小段,当呼喊邪禅于来昭的时候,刺禅于带照也挺王强为焉之。 不过,《西京杂记》中,有关王昭君的记述不少,王强,自昭君,是个小宫女,虽然颜值超高,但入宫数岁,不得见遇,即悲怨,当宫内招募远嫁匈奴的志愿者时,王昭君主动报名,据说,在欢送仪式上,王昭君一亮相,汉原地就后悔了,但,面对同样在场的呼喊邪禅于,反悔也不行,换人也不行, 最后只好眼巴巴的,让昭君出赛,远嫁异域,也是说,原地后功继多,不得常见,男士化功徒刑,按不照姓之,诸宫人禄化功,多者十万,少者亦不减五万,独王强不肯,虽不得见,虽然汉原地后来惩处了收受贿赂的化功,但他再也没有机会染指美丽的宫女了,无缘对面不识君,第四,第五个女人,是冯杰鱼和傅杰鱼, 冯杰鱼名叫冯苑,汉书冯宋氏传在,掌女苑,魏原地昭仪,颤中山孝郎,冯苑的祖先很有名,最早可以追溯到长平之战中的冯婷,还有汉文帝时期的冯唐,冯苑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幕,发生在建兆元年,也就是公元前38年,当时,汉原地在虎眷观看野兽搏斗, 突然有一只熊跑出了寿篮,一众飞子做鸟收散,只有冯苑勇敢地挡在皇帝的身前,好在是位护驾,击杀了胡乱溜达的熊瞎子,冯苑和汉原地只是虚惊一场,都没受伤,事后,冯苑说,猛兽的人而止,切恐熊置欲作,故以身当之,冯苑以自己的勇敢赢得了汉原地对他的宠爱, 在汉原地后期,刘氏所宠爱的女人主要有两个,一个是以身党雄的冯苑冯杰瑜,另一个则是傅杰瑜,两个女人后来都生为仅次于皇后的昭仪,冯苑和傅杰瑜一样,都给汉原地生了一个儿子,但有王正军所生的太子刘傲在前,不管是冯苑的儿子刘兴,还是傅杰瑜的儿子刘康,都只能是王爷的命,想做接班人的可能性很小, 事实上,傅杰瑜的儿子刘康,曾经让汉原地有过患处的念头,但最终在大臣的劝谏之下不了了之,汉原地去世,汉成帝登基,两个女人都跟着自己的儿子去到封地,虽然说傅昭仪对冯苑当初的脱颖而出一直怀恨在心,但天各一方,基本上也不会有报复的机会了,可是,世事难料,胡听胡帝的汉成帝被两个姓赵的女人, 弄得精进人亡,连各后代也没有留下来,皇位落到了傅昭仪的孙子刘兴屁股底下,是为汉埃帝,身为太皇太后的傅昭仪身处中枢,大权在握,终于有了报复的可能,一次普通的御医就诊,居然发展成一场冤狱,在傅昭仪的受益下,冯苑被诬告,说她诅咒皇帝和太后,在审讯中,傅昭仪的勾腿子, 还计讽冯苑,熊之上殿何其勇,今何切也,当初一身挡熊的勇气到哪里去了,冯苑不堪受辱,服毒自杀,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,女人实在是最记仇的动物。